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根据解放军空军在线的消息 东部战区空军某旅已经换装殲20威龙战斗机满了一年 而且这个旅是东部战区空军第二个换装殲20 引申威龙战机的作战旅 这样两个旅全部满翩之后 在东部战区已经形成战斗力的第五代忍伸战机 部署数量或直逼100架大关 成为东海上空解放军掌握绝对制空权的核心力量 从相关的消息来看 该旅换装殲20引申威龙战斗机的时候 获得了东部战区空军威龙第一类的帮助 在换装的时候先行完成换装的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 不仅将金飞镖的得主汤书廟输送过来 和他一起调选过来的 还有一名技术拔尖 组份经验丰富的妇女长 和两个相关专业骨干的保障机组 这个表明在中国空军的体系里面 第五代引申战斗机殲20威龙的换装正在提速 解放军的战斗机装备体系正在由第四代向第五代全速升级换代 大家可能对金飞镖得主不太了解 所谓的金飞镖之战是和红剑演习金头盔比武 蓝盾演习齐名的空军实战化训练四大品牌之一 金飞镖奖代表着中国空军飞行人员空中突防突击能力的最高水平 是中国空军突防突击的最高荣誉 而这个金飞镖得主汤书苗就是东部战区空军英雄部队著名的黄海大队的副大队长 黄海大队作为中国空军的英雄部队 一直是中国空军装备现代化的旗次 1992年中国空军引进第一批Soul-27SK战斗机 首先装备给黄海大队 在2000年黄海大队又成为中国空军第一支援装Soul-30MKK战斗轰炸机的飞行单位 2019年5月31日黄海大队作为东部战区空军 也是解放军第一个换装Soul-20的作战单位 拉开了解放军空军全面换装第五代隐身战机Soul-20的罪亡 第五代隐身战斗机隐身性能好,信息化程度高 因此它对于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甚至维护保障设施要求非常之高 当年美国空军第一联队换装第五代F-22隐身战斗机 也都是集全美空军之力去补航护架 即便是这样,F-22战斗机完好率长期都是不达标 最低的时候只有50% 也就是说美国空军有一半的F-22战斗机是不能升空作战 另外围绕隐身战斗机构建新一代作战体系也是非常之困难 隐身战斗机对于数据链通讯系统要求更加之高 非常容易形成信息孤独的情况 F-22战斗机服役之后 一直都不能跟其他战斗机进行战术数据的交换 只是能够接收外部的信息 但是不能够将自己的信息传递出去 不能够融入到美国空军的作战体系 这个美国空军有名的信息孤独 这个问题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彻底解决 中国空军吸取了美军装备F-22战斗机的经验 签二龄战斗机列装部队的工作也是有步骤的 要有计划进行 首先是试分基地 然后是飞分基地 先培训飞行员和地勤人员 然后对第五代战机的维护保障设施 进行实际使用的验证 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列装作战部队 形成规模作战的能力 在东部战区黄海大队这个旅 我们就看到他们建立抗容储备 体系输出滚动枯化的人才裂变枯化的模式 深入推动新装备人才和战斗力同步地稳动发展 他们将自身先行探索总结的换装训练经验成果 之后倾朗相受 有效地缩短了受训单位战斗力生成的周期 这个说明了解放军换装第五代隐身战机 纤20的过程里面非常注重体系的培养 快速形成战斗力的作用 在体系作战的能力方面 中国空军通过采用新一代宽带高速数据链 打通了纤20战斗机和四代半四代战斗机的数据链路 避免了信息孤独的现象 解放军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威龙纤20 和四代半战机纤16 四代战机纤10C等这些先进战机出动 彼此之间可以共享信息 形成体系的作战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前期工作 中国空军累积了较为丰富的隐身战斗机装备和运用的经验 为纤20隐身战斗机加速列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纤20隐身战斗机形成作战能力之后 作战效流开始显然 首先它验证了中国空军新一代作战体系 完全可以对抗强敌美军的隐身战斗机 根据美国空军的说法 他们的F-35战斗机 已经在东海和中国空军的 纤20战斗机进行近距离的接触 中国空军纤20战斗机 在空警500指挥引导之下 成功发现F-35战斗机可以抵近对方 这本身是一种威胁 相比之下 美国空军的E-3A预警机表现不尽于人意 美国空军已经决定淘汰E-3A预警机 选择E-7A预警机进行替代 中国空军纤20隐身战斗机形成规模作战能力之后 尤其是在东部战区的范围里面 纤20战机开始在东海上空执行正常的战备值班任务之后 也迫使美国空军调整在中国周边的兵力部署 美国空军已经决定将原来驻冲城加首纳空军基地的 两个F-15C战斗机中队撤回本土 然后淘汰 原因是因为这些老旧的F-15C战斗机 已经无法和纤20隐身战斗机对抗 尽管这些F-15C战斗机经过升级 换装了有缘上空阵火控雷达 也就是所谓的金鹰 但是美国空军认为 他们在纤20战斗机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 因此决定将他们全部淘汰 今后冲城防务又不能够长期固定部署的F-22隐身战斗机 就临时接替 不过美军现役的F-22战斗机数量又太少 完好率又不足 因此美国空军对现在都非常头痛 解放军的纤20战斗机本身也是不断地圆线之中 纤20的最新改进型年前已经超然亮相 安装了WF-15窩线发动机推力更强 飞行性能更加好 有着更为出色的气动外形 尤其是具备超音速巡航的能力 整体作战能力是完全压制F-35战斗机 现在在东部战区的两个换装 第五代引申威龙战机的作战部队 接近100架 有100架纤20战机是完全形成战斗力 对东海周边的空域各国的空军主力战机 都形成了全面的压制 已经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掌握绝对制空权的空中力量 美军印太司令部上月29日指出 美军一架RC-135偵察机和一架解放军 栖11战机在去年12月21日在南海上空飞行的时候 双方距离一度只有约6米 解放军南部战区公开影片駁斥 美军所谓的声明是罔顾事实 纯属误灭炒作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里表示 12月21日 美方一架RC-135型机在中国华南沿海 海南西沙群里蓄意抵近偵察 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空中力量对其全程监视 美军是不顾中方多次警告 突然改变飞行姿态 对中方飞机向左擠押做出危险的接近动作 严重影响中方军机的飞行安全 严重违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严重违反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中方飞行员依法依规处置 专业规范操作 充分体现了中国军队对地区安全和一线人员安全 负责任的态度 田军里批评 美军印太司令部在事后声称 解放军军军机迫近美军偵察机的说法 是美方蓄意誤道舆论 颠倒黑白 妄图混淆国际视听 严正要求美方约束海空一线兵力的行动 严格遵守有关国际法和相关协议协定 防止出现海空意外的事件 并强调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22时 中国最大油气田中石油 长庆油田全年生产 油气当量突破6500万吨 达到6501.55万吨 创造了国内油气田年产油气最高的记录 这是继2020年突破6000万吨之后 又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据介绍 鄂尔多斯盆地 游戏的资源 是国际上典型的低压、低渗、低风度游戏床 经济有效开发是属于世界性的难题 近年来 长庆油团不断探索实践 掌握了获取盘地游戏资源的主动权 创造了游戏超高速增长 长庆油田已成功开发35个油田 13个汽田 累计贡献油气当量超过8.9亿吨 2022年长庆油田建成规模超千万吨 油气产能全年投产 油井2,210口 汽井2,338口 新增日产原油6,170吨 天然气3,100万立方米 油气产量较2021年净增长256.92万吨 12月30日地处无数沙漠边缘的多个光伏电站并入主网 中国西北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57亿千瓦 装机比例提升到45% 这个标志着西北地区新能源装机规模已经超过煤电装机 成为本地区第一大的电源 国家电网副总工程师王国春就说 西北地域广阔 新能源资源条件好 发展潜力大 2002年以来西北地区新能源装机规模增长了近10倍 相当于建成了7座三峡电站 统计显示 截至目前西北地区以累计送出超过3000亿千瓦时的绿电能源 助力中东部的地区 碳减排超过2亿吨 国家电网表示 未来将会持续推进沙漠戈壁荒漠大型封电光伏基地的规划 预计在十四五规划的尾期 西北地区新能源规模将会突破3亿千瓦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也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石楼台新节目10分钟看中国 每日用10分钟告诉大家中国发生什么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对看 现在很多媒体比较少说中国的新闻和细分析 而且多数都是说负面的 少有说正面消息 叫年轻人每日抽10分钟 看石楼台新节目10分钟看中国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国家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浏览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 请不吝点赞长